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来说明 在国际贸易市场发生之后 对台湾跟日本两个国家 各自带来到底是负担呢 还是一个利益 那在讲这个课程之前 我们必须先来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要来了解 消费者剩余跟生产者剩余 的一个定义 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讲 消费者剩余的部分 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文字叙述呢 它其实就是消费者剩余的定义 那我们把它念一下 对于某种物品或服务来说 每一个购买的人 愿意支付的心中最高价格 我们称它叫支付意愿 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位同学 他带着 他要去买一双鞋子好了 然后他心中带多少钱去买鞋子这件事情呢 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预想 那这个预想可能让他身上会带着一两千块钱出门吧 甚至于老师自己来说 我料想我买的一双鞋子 今天我会花多少钱买鞋子 我想应该是不会超过一千块 所以我就会带着一千块出门 即使这双鞋子呢 它卖的价格已经到达一千了 我可能都还是会买 因为我就是准备一千块钱来买鞋子嘛 那实际上到了鞋店之后呢 我看到也许是鞋子有打折 或者是我要看的鞋子也没那么贵 那可能一双鞋子七八百块 七百五十块就有 假设是七百五十块好了 那我实际上支付的价格是七百五十元 可是我心中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个支付医院的价格是一千元 好那我们来往下看 当支付医院衡量了买者的对物品的评价 每个买的人都希望用低于自己支付的价格 心中愿意支付的价格 希望用低于这个价格来买到 那如果买的人呢 购买一件商品所实际支付的价格 低于自己的支付医院 那么在实际价格跟支付医院之间 我们就称它叫消费者剩余 好所以刚才我自己举的例子来说 我带了一千块钱出门 后来我是花了七百五十元买鞋子 那这种情况下 我的消费者剩余就是一千元减掉七百五十元 我等于消费者产生了两百五十元的剩余 这个剩余在经济学上 这个剩余其实是一种福利的概念 就是你感受到愉悦感 这个愉悦感让你产生福利的感受 这个福利呢 它就是一个 能说这个子当然是越大越好 你去设想 如果每一个想要去买东西的人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然后他实际上买到东西的时候的金额 是远低于这个价格的 是不是去买东西的人 是每个人都会感到开心 这个开心呢 对在经济学上 我们就称它叫福利 更精确的讲 它的名称叫做消费者的剩余 好这个是我们对消费者剩余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呢 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消费者剩余之外 那我们还可以 好那这个是消费者剩余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在实际上在图上来看 我们如果进到这样子一个图 在这个日本的 这个图我们刚才已经有看过它的雏形了 这是日本国的 日本国在手机是一个出口国 那出口国的这个需求者 需求曲线 你看看这条需求曲线 我们刚刚所说的消费者心中所产生的 他愿意支付的价格 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 OK 所以当价格是一万四的时候 日本的国内的消费者是不愿意买了 就零支了 所以只要在一万四以下就基本上就会产生购买的人 所以心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就是在一万四以下的这个区块 OK 那实际上日本国内原本会买的价格在还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 日本是不是一支手机是八千块钱的均衡价格吗 那八千块钱手机的均衡价格呢 这个就是它实际支付的金额 所以在日本国 它从以需求曲线的角度来看 最高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一万四 实际上支付的价格是八千元 所以当八千元这个数字 大家把钱拿出来花 买了八千块钱的手机之后 日本国内的消费者剩余的数字的那个值啊 那个量值 它是在一万四跟八千之间 所规范出来的这个三角形面积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支付价格的 心中愿意支付的价格所对应的不同数量 把数量再乘上去 这个部分的一个面积 就是日本国内消费者心中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又称它叫做福利 对消费者来讲 它就是产生这个福利感受 我不用花到这么多 原来我不用花到这么多 我只要花八千就好了 那对不同的人 他的心中产生的福利的高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有人觉得赚到了 赚爆了 有些人觉得赚了很多 有些人觉得也有赚 所以只要是在八千元以上的这个区块 心中愿意支付的金额如果是在八千元以上的 基本上都是认为赚到了 这个赚到的感受总共加起来是A加B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消费者剩余是A加B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我们借用刚才的那个消费者剩余的一个概念来延续 生产者实际上卖掉的金额是八千元 可是你看不到八千元的金额 攻击生产者还是有在攻击 攻击啊 他到什么时候不攻击 他到一只手机只有两千块钱的时候 他就不攻击了 所以只要是两千元以上 其实就已经有攻击 攻击者愿意生产者愿意开始攻击货物了 这个攻击的部分呢 只要这个价格越高 他生产者所感受到的福利感就越重 如果一只手机卖到八千 哇这个时候他们的交易是顺利的 是出现在八千块这个数字 在日本国内的攻击厂商来讲 他等于是这个面积就是他心中的赚到的感觉 也就是他的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那这个生产者剩余呢 就是生产者心中愿意卖掉的金额 跟他实际卖掉金额的差额 实际上卖掉的是八千 他愿意卖掉的数量 如果是愿意卖掉的是 如果他后来真正 他愿意卖掉假设是六千好了 六千他有四万只嘛 以这个部分来讲 全部的总和就是在两千元到八千元之间的 这个面积就是生产者剩余的面积 那生产者剩余的面积呢 生产者剩余他就是一个生产者的福利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消费者剩余是A加B 生产者剩余则是C 所以A加B加C等于是整个日本国内 在八千元手机六万只的需求的均衡数量 的这种情况下 日本国内的福利感觉就是A加B加C 原本在还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 他就是这么大 这样算大还是小呢 那我们要用国际贸易发生之后 去做比较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国际贸易 我们刚才知道 国际贸易之后 日本的生产量是变成 从六万只变成八万只的 对吧 所以日本真正生产手机的数量是八万只 而且现在的金额也不是原本的八千 现在的金额是 国际市场上的手机价格是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八万只手机 对日本的攻击者来讲 他的新的现在这个位置 加上了国际贸易之后的 那个均衡的那个交易 就是在F点 F点对应一万块钱跟八万只 你会发现他的 那个攻击者的 生产者的剩余 已经是从这个基础点看了 OK 一万块钱到两千元之间的 这个大三角形的面积 这个部分变成是日本的生产者剩余 等于说V加C加D V加C加D 这个大的三角形 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生产者剩余的 新的一个数字在这边 OK 那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消费者现在一只手机只 必须买到一万块钱 它跟原本的八千不同 它比较贵 比较贵呢 它在日本的需求者来讲 一万块钱 它日本也只愿意买四万只的 就不像原本的六万只这么多了 原本日本的需求者 在八千块钱的水准下 是愿意买到六万只的 现在已经涨价到一万块钱了 它的 日本的需求者愿意买的 也已经萎缩到四万只了 四万只手机 一万块钱 一直到他心中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个消费者剩余 它目前是A这个数字 OK 是A这个数字 所以从日本的消费者来看 消费者的剩余感 它目前只有A 只有A这样子的一个面积 所以在贸易产生了之后 日本的消费者剩余 是从A加B萎缩 变成只剩下A 可是生产者剩余 是从C这个区块 增加为BCD 这个大三角形的这个区块 OK 这是贸易后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变化来看 出口国在 等于说在国际贸易发生之后 消费者剩余 其实是减少了B这一块的 生产者剩余 这是增加了B跟D这一块 所以社会的总福利 从原本的ABC 它加总之后 它增加了D这一块 所以对日本国来讲 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市场的产生 对整个日本国内来讲 它是产生了多出来的社会福利 等于说它赚到了 它赚到了 总体总额来讲是赚到了 那当然这个赚到 它其实是 对消费者跟对生产者的感受 是不同的 对消费者来讲 它认为它负担变重 对生产者来讲 它则是认为说 它赚更多钱 所以在国际市场产生之后 对这个出口国来讲 它是生产者会有剩余感 会有福利感 消费者则会感到负担 所以出口国的消费者 对价格来讲 它是不满意的 对生产者来讲 它是认为 乐开怀 它可以生产更多 赚更多的钱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 日本的出口国来看 社会福利的一个 在国际贸易市场产生之后 它的社会福利的一个变化情形 OK 好 那各位同学听到这边 可以再先消化一下 好 好 好